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些年来进行的很是辛苦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就发动了贸易战 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 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经过艰苦的谈判 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2019冠状病毒疾病却出现了 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的合作 他们却走向了深刻的冲突 尽管习近平和特朗普 就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合作 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 特朗普也答应了 会亲自尖打的伤害 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 新冠病毒扩散 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紧迫 两国的合作既有客观需要 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因为疫情在武汉爆发 在早期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美国也是答应合作的 但美国的很多承诺并没有落实 等到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 而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开来时 人们觉得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帮助 的确美国需要中国供应医疗物资 不仅如此中国拥有疫情的关键信息 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研究 病毒传播方式 病毒大数据和抗疫的经验 在今年层面 两国的科学家也的确进行合作 但这些客观需要并没有把两国的合作 展现出来 人们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氛围 倒是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 那么中美合作为何会变得不可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无论是围绕着贸易 还是冠状病毒 两国间绿意恶化的政治气氛 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 烟消涌上 疫情爆发以来 中美两国一直在两个领域 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较量 一是病毒的冠名 二是媒体账 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 早期人们对新冠病毒没有统一的名称 但在世界卫生组织有了统一的名称之后 各国理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较法 美国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做 3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杨洁篪 在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通话中 指责美国一些政客 不断地诋毁中国和中方反控努力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即使向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通报情况 分享信息 开展国际合作 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 蓬佩奥在电话中表示 对北京官方把冠状病毒折论推到美国身上 感到不满 他强调 现在不是上部假消息和怪言论的时候 并表示所有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 面对共同的威胁 在上任1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文 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多少人敢了紧接着发言人提出了大胆的假设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他继续要求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 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吃虑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谴责阴谋论 在美国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任务 毫无道理的把新冠病毒种族主义化之后 中美两国就展开了病毒的冠名权之争 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武汉病毒 尽管中国的抗议声不断 特朗普在关于新冠病毒的全国电视讲话中 扭扭捏捏地称病毒为开始于中国的外国病毒 但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通话单网 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为中国病毒 美国政客的种族主义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 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空间都充满了声讨文字 中下层的官员也不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队伍 特朗普对此似乎很有准备 接下来他在各个场合直呼中国病毒 特朗普的行为更激起了中国的愤怒 外交系统官员连续反映冲突就螺旋式的万山声 直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 有关病毒冠名权的言论才有所缓和 另一战场是媒体《华尔街绿报》发表了 具有种族属意色彩的污蔑中国人的文章 导致中国驱逐该报在华的上面记者 美国跟进限制中国物价媒体在美国的记者数量 并且要把这些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 中国自然进行反制 作为驱逐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在华记者 同时限制为美国媒体工作的中方人员的要求 美国也照本顺刻地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冲突的升级也是螺旋式的 不过无论是病毒的冠名权还是媒体战 这些可能仅仅是中美间冲突的表象 实际上双方都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冲突背后 对方所具有的真实议诚 在美国看来中国是想利用这次机会 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 从而称霸全球 在中国看来 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围堵中国的崛起 很显然双方的这种担忧并不新鲜 至少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 只不过是借着新冠病毒危机的机会再次表露出来 并且得到了升级 新冠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 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 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一、美国担忧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 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 正如美国众议院议员迈卡尔所说 我确实认为我们要损失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 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的地域 拒绝提供依赖物质给我们 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 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的确 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 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 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 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 美国资本主义为了主力 把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迁往海外 包括和人民生命切切相关的医疗物质 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 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 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 铺锡机等物质 而这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质 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差能不足了 这个现实 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难以接受 正是这个现实 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 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 但很显然这并非是因为中国 而是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 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 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经济脱离社会时 危机便是必然的 二 美国忧虑中国体制 中美说到底是体制之争 中国的举国体制 在抗议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 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 就美国体制而言 如果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 美国这次抗议不利 并非美国体制之骨 美国总统要付更大的责任 如果说美国的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方式 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 这是鲜然的 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 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两者是相互激化的 即中国越是高调瞻扬 美国越是恐惧 不难发现在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 无论在国会议院当中还是在国务院光源当中 中国的概念越来越少见 大又被中共的概念所取代的趋势 强调中共而非中国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深刻恐惧 第三是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 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 美国只顾不下 新冠病毒把特朗普的美国中心论推向了一个极端 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单边主义盛行 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行 也对欧洲盟友断行 新冠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比 相反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开始展现其疫情外交 不仅对发展中国家 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 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 即使美国担忧的是 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 而纷纷投向中国的怀抱 接受中国的远助 这种情形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美国担心新冠疫情会深刻的落化 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而使中国得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 来主导世界地缘政治 蓬佩奥的运驰一再指散中共 他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上 号召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强调 他所说的中共的恶意影响 还应当指出的是 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 但各国对中国援助 所能够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也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两国关系上 更加糟糕的 也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即两国内部绿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 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 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 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 但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 质地也是实无千里的